由世界手工协会 何振代文化研究基金会主办 文头环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加州音乐艺术联盟联合承办的 2018中美文化艺术节及《非移中国年》 在美国中华艺术馆荣重开幕 本次展览以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为主题 展示了来自中国手工艺术家们制作的精美作品 展出内容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系代表性传承人 王天文大师制作的皮影连夜传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张磊大师 制作的风筝沙燕和金蝉 敦煌艺术丝绸创新第一人范燕燕女士的丝绸作品 以及中国各个地区的手工艺术家们的作品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世界手工协会 并成着坚持创新传承艺术精华的宗旨 为增强各国之间友好文化交流 对接与合作 协会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同时 更为世界手工艺爱好者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国际舞台 协会通过结合国际文化艺术节项目 以搭建全球手工艺展示平台 在世界各地以活动艺术节演出展览研讨交流的形式 汇聚世界各地优秀的手工艺人 为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与资源对接平台 我们今后还会不定期的在这里举办峰会论坛 或者是展览 包括一些手工的一些匠人的互相的交流 那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设计 中国飞移的博物馆 飞移的艺术中心 我们很期待洛杉矶当地的同仁们和我们一起 我们共同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洛杉矶 带到加州 带到全美 我们在海外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做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者和继承者 为我们海外的民众服务 同时促进中美友好的关系的顺利的向下观点 这次文化艺术节也是文头环球国际文化艺术节和文头环球国际文化会客厅的重要活动之一 这次中美文化艺术节活动将持续到11月8日结束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